保念在提出分手的隔一天 我们刚刚有讲到 他们原本是要去租下一个房子 要同居 结果后来名乡子啊 明明就知道保念要分手 他还跑去签约 过没几天 他就请搬家公司 把保念他房子里的东西 全部搬到新家 那保念这时候下班回家 一打开房间 发现怎么变空屋啊 所以保念这时候 打电话给名乡子 就跟他讲说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做的事情 得于是偷窃 我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 你自己想一下 等一下我会去饭店住 可是在明天之内 如果我的东西 没有完整的回到家 我就会去报警 总之最后他们分手了 可是名乡子 真的愿意放手的关键 就是这句话 因为我不怕 所以没关系 几年前呢 名乡子他选择了不去害怕 用另外一种坦然 去面对他 接受他 于是命运就让他 好好地遇见了良智 然后就修成正果 当然我们后来都知道 良智最后也抛弃了他 可是我看这本小说啊 我自己有一个 很可贵的感触 就是说 你此时此刻身边的这个人 绝对不会陪伴你一生一世 他们可能会死 或者是变性 但是只要他待在你身边的一分钟 就要好好珍惜 还有他陪伴的那一分钟